各位好,我是瓦熊哥 瓦熊哥又來介紹拍主啦 今天要玩我們的混沌士兵 搭我們的帝王動智這張關鍵卡 那如果各位有印象的話 瓦熊哥之前有發布一部帝王動智的影片 在我的影片編號196 我剛剛去翻了一下 發現已經發了大概200多片了 還蠻感動的 就是慢慢的累積一些牌啦 當然會隨著時代會太舊一些牌 那我們那時候的帝王動智是只有一張 所以我那時候說你不用命抽 真的不用打 但我本來真的是不用打 那時候就補了一句說 等帝王動智變三張的時候 再用電子式奧義這個機會就會大很多 那現在這句話必須收回了 果然這個時代的變遷啊 還有這個計畫改不上變化 現在的凱薩亮的技能 下禮拜就要改掉了 變成說他出來的電子龍沒有辦法作為 生招也沒辦法攻擊 你只能作為融合使用 對那也不錯啦 對不然太OP了 對所以我們就變成說這副牌還是依然要解決升級召喚的問題 那之前是用青眼白龍 那原本也想用青眼白龍 後來想說 來玩玩玩看其他有效果的牌的感覺是怎麼樣 那昨天靈機移動 混沌士兵拿出來用 那混沌士兵我之前已經用過好幾次了 那這一次的搭配主要是配合帝王動智 再加上混沌士兵的效果也不錯 對那要怎麼玩這一副呢 那等一下會提供一些其他的方向給各位參考 那不一定一定要照玩熊哥的方法組啦 對如果你先跟各位玩家講 如果你照我的方法組出來 就是打得不是很順 或者是輸很慘 那我先說聲抱歉啦 對有的時候我真的 我拍影片的時候也不知道為什麼打得贏 但是可能輪到各位的時候 可能又因為某些因素 然後就是導致連輸之類的 那你就平常心看待這件事吧 畢竟這我介紹的並不是非常強勢的牌啦 對好 那要怎麼玩呢 那關鍵卡是動智 那動智現在取得三張的方法 第一次是在 兩次是登錄裡 一次是SR票 那我把它拿去換了 我方額外卡在沒有卡牌的存款之下 可指定我方場上一張表測表示 升級召喚的怪獸為對象發動 另一該怪獸效果無效 那不會受到慈卡以外效果的影響 對 那就變成說 他的問題點就在於說 你要怎麼升級召喚 然後額外去不要自己的標放喔 要空的喔 對 那升級召喚就變成這副牌的重點 那我們再看一下混沌士兵的效果 慈卡召喚特殊召喚成功時 可除外我方的一張光屬性或暗屬性怪獸對象發動 那選擇對手場上的一張卡牌 將嘎嘎牌除外 也就是說當混沌士兵降臨的時候 那我們除外區剛好有彼得的話 彼得就是一直會綠嘛 就會除外 這時候就可以把彼得返回目的 除外他的場上的牌 那如果他場上有那種很難搞的牌 或攻擊力很高的牌就可以先處理掉 那比較怕的是高攻的啦 因為現在攻擊力超過3000 其實不太難 那整個牌的搭配 再簡單的講一下就是 彼得綠牌 那會至少場上應該還會存在一隻彼得 那這時候下河馬 那河馬下的話 就可以直接升召我們的混沌士兵 然後開帝王動之就無敵了 那帝王動之要小心的點 也是他的連鎖點的問題 就是帝王動之你要連鎖的時候 盡量等讓對方沒有辦法連鎖的時候 譬如說對方場上都沒蓋牌 你就趕快開 或者對方可能蓋了兩張 那你先不要急著開 因為如果他你急著開 變成說他先連鎖才換你的 舉例來講 如果我先開帝王動之 對方開加拿大蟲 那這時候就變成說他先進入加拿大蟲的連鎖 那你就會先被蓋起來 那先被蓋起來帝王動之就沒有用了 那再舉例來講 例如像分段之幣 如果我先開帝王動之 再打過去 我打過去的時候 我先開帝王動之 對方馬上開分段 那這時候帝王動之先 分段先連鎖 那再連鎖帝王動之 你還是會被扣攻擊 對所以我們要是 把握那個發動的時機啦 對好那卡牌升級就是用來 過濾牌跟這個帝王海馬做搭配的 對那替代卡有哪一些呢 給各位看一下 替代卡第一個 巧詐師 欸可以不錯用 可以丟嘛 然後就可以當特招用的 你也可以用那個 那個叫做什麼 綿羊 應該是羔羊 你也可以用這個 欸 迷途的羔羊 直接伸招 下一回合反轉過來的時候 就可以直接開帝王動之 但是壞處就是 你會有一回合 處於危險狀態 對 如果對方用里空把你炸掉 或者是對方直接 亞馬遜就除外了 對 呃 或者是 被 怎麼樣了 所以我沒有 那時候沒有放羔羊的原因是這樣啦 因為手臂力基本上OK不會被打死 但是 原因就是在於怕被搞 對 好 那我們就直接來看回方吧 Let's go 好 第一場打我們的信子 好 那我們起手還算蠻爛的 不會到 哦 竟然抽到兩張彼得 哇 對方也是彼得 還來一個人造人電子機器人 好 那這就是我所說的 如果他有 場上有一張麻煩的卡 等一下如果混沌士兵來 就可以先除外他 那你看他的人造人在場上 我們就不能發我們的動智的效果嘛 好 那我們先蓋一個按道化彼得做綠牌 好來 綠牌 來直接再拉一張彼得 好來 這時候抽到一個分段 好 那下一個河馬 來利用河馬的效果 先用混沌士兵 下 那混沌士兵下之後 除外墓地裡面的彼得 回到場上 那把他的後台除掉 之後再幹他的電子機器人 好 那現在等帝王的動智來就安全了 好 那神抽一個帝王動智完美了 欸 那真的就是把他壓著打就可以了 欸 好 我打 再見 砰爆掉 那他基本上應該是贏不過我 來 宇宙旋風 來你旋啊 沒差 好 來 我打 哇 這個彼得也是蠻煩的 好 來 教一個惡魔之斧 我好怕 我打 好來 一個惡蟲生 然後再加上 喔 一個科學怪人 生命代價靈 哇賽 這個有很到 來一個機關槍龍 來機關槍龍 馬上直骰子 來炸三隻 但是我不懂你要炸誰 啪 我還吃 我還在 來機關槍龍 不死心再一次 來天位騎士 來一個粒子球 好 那直接幹爆他 那我這邊多 多下幾隻怪 我後來想說 欸不用阿 不對耶 這樣不對 因為我們打過去 就算他有粒子球 我們還是可以不受影響 對 所以我們直接過去 來一隻球你在幹嘛 水 好 原來是一個科學怪人 好 我們再看下一場 好 這場打我們的暗遊戲 上把帝王 玩這個牌就是很high 自己自創的 然後 然後 就是想要試試看他的能力 好 提手還ok 來一個分段蓋上去 來對裝一個找地魔神王 然後拉了一個融合 哇賽 直接就融合 親眼白龍跟誰 哇賽 龍破壞 這個有狠到 來用一個親自眼的威光 丟了一個白玲龍 那讓他自己不能攻擊 再用這個叫回白玲龍 來直接除外我的分段 來打過來 那我就發動一個命運抽牌 Destinature 來抽了一個帝王動智 來先下一個暗道化彼得 來 過來極速綠牌 好險他的那個 這個就是什麼 龍破壞不能攻擊 好 那我們有兩個栗子球 再綠一張 太恐怖啦 好來一個神充 抽到一個河馬 來利用河馬的效果 直接升招 來升招的時候 來把這隻比較麻煩的除外 對 因為白玲龍被除外 他就沒辦法再叫回來 或者是用什麼特招方法叫回來 把墓地裡 把除外區的彼得 回到墓地裡 然後除外他的牌 來幹過去 好那不要太急著 直接開帝王動智 或者是 他沒有牌 你就開也OK 對 那我那時候是選擇 先還不要開 那我們就直接幹過去 那我們再看他有什麼牌 來對方直接捨棄 直接招了一隻三千一的 我們直接一個栗子球 所以栗子球還是很需要啦 來 開始清場 這個連帶攻擊力超過三千的機會真的蠻高 來我收不了了 動尾屌了 我一定要開帝王動智了 好來 對方一個什麼屁都沒有 來我們直接收尾 好 那這場就贏了 來我們再看下一場 好啦 這場打我們黑肉妹子伊西斯 哇 這個棋手 我不知道要講什麼 好來等命抽吧 一個天空聖譽 哇賽 好來 直接下 既然呂一子球直接丟 你真的是很會 好來一個混沌士兵 好來 對手深招 抽了一個天空騎士修伯斯 來扣我們一千八 我們直接發動命運抽牌 好來抽了一個彼得 那我這邊 其實已經有在試探 我用暗道化彼得 那時候來試探他 後台有沒有天譴 結果發現暗道化彼得 在發的過程中 都沒有受到這個 連鎖的干擾 所以我就確定 他後台蓋的那兩張 不是天譴 所以我等一下就可以 發我混沌士兵的效果 也可以安然的 用帝王動之 沒有問題 好來 河馬下 來直接升招混沌士兵 好來 把除外區的回來之後 來我們再開一個動制 對方一個定向沼澤人 那現在我們是無敵士兵了 好來 來吸收屏障 沒用 砰 砰 直接三千 好 那我們下一個混沌士兵 好這邊就是我所講的 我一下這個混沌士兵 然後我就先開帝王動制 那我就錯了 來各位看一下連鎖 右邊的連鎖 是不是先連鎖 這個無底線坑 再連鎖帝王動制 所以我犯了這個錯 就是我太急著開帝王動制了 應該我先等他線坑打開 我再開帝王動制 這樣變成我會先連鎖 對那這樣子 這個情況下 我先開他後開 那變成他先連鎖 我會先蓋起來 那蓋起來 就沒有辦法用帝王動制了 所以我還是會被蓋 隨小 我這邊太急了 看到這個 就直接一個腦衝 對方很會撐 哇 你還來啊 你煩不煩 好啦 一個卡牌升級 為什麼我故意用卡牌升級 那時候想說 他就算反制我 我也可以用 那個 我也可以 帝王動 那個聖戰士也不會受到影響 你還有嗎 你還有嗎 你還有沒有 沒有 我就換我囉 好來 河馬下 好來 河馬 他跑回來了 傻眼 這時候帝王動制打開 確定他沒有 哇 加拿大蟲 哦 很煩耶 好好好 自找的 來 擁抱電瓶的炸彈 不知道在炸誰 好啦 不要再撐了啦 再見 好 那我們這場就贏了 那我們再看下一場 好來 這一場打我們 遊城時代 有興趣的玩家 真的可以來試試看 蠻爽的 來一個升級人家 阿法 來騎手 還OK 對方聖騎士 那聖騎士我最愛了 效果一大堆 好 那一個河馬下 利用河馬 然後我們就直接下 把粒子球當作祭品 然後直接升招我們的混沌士兵 混沌士兵 就是在場上 來先看看他有沒有什麼狀況 那對方有一個分段對不對 那你不要急著開喔 先等他開完 我們再開 來 分段打過來的時候 我們直接開帝王動制 那這時候 我們先連鎖 分段就吃屎 砰 撞爛泥 好啦 基本上現在是無敵 來 對方將一個聖劍 除非他攻擊力比我們高 來 他要發動聖劍的效果 炸我 來這邊我其實有點嚇到 對 他裝在我身上 我攻擊力會降500 我後來想 阿 我不受效果影響阿 對 好 那我們就直接打過去 直接做一波清場 對方一個食人蟲 但是食人蟲也炸不掉我 不好意思 來 對手直接投降 好 那我們再開下一場 好 來 這一場打我們昆蟲 專家魚鵝 好來 起手還算不錯 抽到了一個地質 那我們現在等我們的 那個 那個 混沌士兵 好來地質先蓋 地質蓋你要小心阿 免得被 宇宙或者是 那個 銀河炸掉 好 一個 河馬下 來 對方一個DNA改造手術 把我給人昆蟲組 但是我不影響 來直接升招 來打過去的時候 控制器 先開我們再開動 這樣比較安全 來 直接無視他的控制器 好來 對手一個蓋牌 好 再打 來一個 共振蟲 減鎖一個變態寬蟲女王 那小型的攻擊力可能會超過你喔 好 再幹一波 來鎖鏈飛鏢 沒用 砰 加賽 好 那我們這場就贏了 簡單的搭配給各位參考 我們來打實戰吧 好來實戰第一場 打我們 嗨馬 無敵強刃粉碎 什麼最強 那個很爽 之後 玩青眼套牌的時候 再介紹給各位 來 對方一個希爾 這個 空牙被砍得稀巴爛 真的是很慘 空牙的主力怪 東巴 東巴 維茲 跟那個 那個 戴娜全部被砍得要死 你看 像他這個攻擊力就超過我們 我們就不好處理了 那我們分段蓋上去 地支 洞支要不要蓋 他現在應該也沒辦法出 那個 出那個叫做什麼 那個 李空 對 因為他現在卡滿了 那我們先讓他中一個分段好了 來 對方發動粉碎 那打過來 我分段開下去的話 扣1600就可以發動命抽了 對嘛 來 命運 直接中分段 好那直接一個命運抽牌 抽出我們的理想卡 要抽 混沌士兵嗎 還是彼得 士兵還沒有 對嘛 應該是抽士兵嘛 還是要抽卡牌升級 還是要抽帝王海馬 出彼得 賭一下 因為彼得被打 我們就可以 除外再回來 阿你剛剛抽那個也可以啦 我只是想賭賭看 我想發他的效果 來對方跳了一個 這個 為之要用一個競技的聖杯 哇你很會 哇 哇 菊花巨峰 來個粉碎 打過來 來直接綠 我覺得我剛剛應該要抽士兵的 有點不知道我在幹嘛 好 希望等下可以神抽抽到一個士兵 我剛剛抽 喔 剛剛抽士兵也無法對不對 因為沒有海馬嘛 對 所以我現在應該是 判斷應該是OK的 艾牙栗子球 好 那我們用卡牌升級調整位置 然後等一下用栗子球 跟河馬去撐 然後下一回合就可以反擊 如果幸運的話 好來把士兵調整第一個 一個 四 五 小尷尬 河馬用手背的好了 因為我只要留一隻河馬就夠了 一隻河馬一個粒子球 可好可以擋兩下 應該沒問題 好那河馬用手背嗎 還是特招 特招的話會到牠場上嗎 不會牠場 好那 我們為了預防萬一 我們下河馬用手背 好 就這麼決定 謹慎一點 那我們應該是招得出來啦 因為下一張就是混沌士兵了 對方一個粉碎 對方一個粉碎 欸那彼得打不過來 好險好險 好來對方打過來 我們 就不開了 開了也會被彼得打掉嘛對不對 好 好安全了安全了 來抽牌 你來了 好來發動河馬的效果 那利用河馬的效果 我們直接特招之後 直接升招 這時候除外 墓地區的彼得回到這個 除外區的彼得回到墓地 除外牠的 戴娜好了 因為如果牠用希爾再減鎖回來 攻擊力有可能會破3000以上 粉碎再加一些裝備卡就有機會 那我們直接除外 戴娜只有一隻牠吃死 好那我們直接打過去 先除掉牠的彼得 那牠等下如果要炸我們 我們直接開這個 直接開帝王洞智 叫牠做人 唉孔雅真的被砍得稀巴爛 真的是 其實還蠻爽的 好嘞 對方完全沒有可以連鎖的卡的時候 我們就趕快下 好 無敵士兵在場上 來對方一個裂風的空牙團 把彼得叫回來 但那又如何呢 好來彼得的效果觸發 直接下了一個希爾 利用希爾的效果 跟彼得的效果做檢索 好來檢索東八 東八我好怕喔 好來抽牌 好來一個一個哈 咦 砰 這樣很爽 在這個場地 我就是皇帝 又抽到一張帝王 來直接一個一個哈 他在想說 你這個智障 把這個場面清空 準備被我東八炸死吧你 那一個希爾 下 百分之百下東八 再炸 唉唷 來東八再炸 百分之百 認為可以炸爆我 但是東八發的效果 又如何呢 恰似一張春水向東流啊 好來混沌士兵 離真 完全不動 唉唷 好那現在他可能在想說 到底是在炎哪出 那我們就一口氣擊灰他吧 你看他的圍姿大屁股 根本 就算出來了 也可以被我們打穿 來我們就不要下 我們就穩穩的打就好 就用我們的士兵打 我們不要再下海馬 對 免得讓他有機會 這個打爆我們 好那你看就贏了 好那這一場 下一場這個 打我們的海馬賴人 最近青眼套牌的出現 海馬出現的比率又變高了 所以我在玩的我也使用海馬 但是我還在測啦 看有沒有比較好一點的減配 對方遠古規則下 下了一個白玲瓏 有點太早下 但是這個 先攻 這副牌先攻真的很 海馬這個牌先攻真的很不利 因為你先攻你很容易被對方打爆 但是你先下又沒有辦法 又沒有辦法發效果 好來我們彼得蓋上去 因為我很怕他在叫白玲瓏 所以我動字 要蓋嗎 管他蓋了啦 是男人就不要這個 畏畏縮縮 那我已經達成COMBO了 一個賓果機 GOGOGO 來他會選三張牌 來一張青眼 兩張青眼 來一張白玲 那希望不要選到白玲 選到青眼的話 要怎麼判斷他是不是選到青眼 如果他現在開始一直有 殺肉有量 就代表選到的是青眼 你看有量 對不對卡著 代表我選到的是青眼 為什麼 因為白玲瓏在 那個手上有青眼白玲瓏的時候 可以 可以發動 把他這個是 送木之後 然後特招手上的青眼 所以代表他手上有青眼才有連鎖 那我們現在 我用這個 河馬先下 那因為青眼白龍這個牌太恐怖了 是因為他的攻擊力都在3000以上 對 3000左右啦 那我們用卡牌升級做一個位置的調整 先拿到 那個保護的卡 我們拿粒子球跟分段 分段比較危險 因為分段會被那個 除外 會被那個精靈 那個白玲瓏除外 所以我先拿粒子球 那這時候就不用客家客氣啦 把兩隻怪獸當作祭品 直接升級召喚 升級召喚的時候 把除外區的彼得回到墓地 除外他的白玲瓏 白玲瓏直接吃屎 白玲瓏不好對付 所以先把他弄掉 免得他一直叫回來 好 那現在基本上就還算OK 那我們就打過去 我猜他那一張可能是白石 不然就是幼龍 子龍啦 對嘛 白石 用來減所用的 所以他現在手上應該是兩張青眼白龍 欸 很卡手 那動置 先不急著開 我怕他那一張可以連鎖 所以我等我攻擊的時候 我再開 喔 沒有卡手了吧你 來抽牌 一個粒子球 有保護的我就安心多了 不然真的是蠻恐怖的 好來打過去直接三千 想青之眼的微光 你想幹嘛 你想幹嘛 來 想讓我不能攻擊喔 好來 我們馬上打開動作 所以各位 這邊我就講說 不要急著開 對 因為你先開了 他等一下開青之眼微光 你是不是就是他先 他先那個 他的先發動你的才發動 哇 那他要直接叫青眼了 我最自豪的王牌 應該會用一個粉碎吧 來 沒關係 好險我剛剛先見之明 先拿了一顆粒子球 因為白龍攻擊力太高了 好 來下一張是分段 水 好 來打過去 砰 撞爛你的白龍 砰 撞爛你的白龍 好 那如果他只要沒有 再沒有出怪我們就贏了 基本上不怕任何的效果 放棄治療吧 喔 捨棄手上的 哇 太誇了 沒關係 好險我有先抽分段 不然我真的吃死了 好險好險 好來 好險好險 真的是太驚險了 好 那這場就贏了 那要玩帝王的動志 給各位 玩熊哥給各位一些小提醒 第一個 建議有三張 第二個 帝王動志連鎖的時間點 要自己要留意 對 不要讓別人有機會 讓你的帝王動志 沒有辦法用 對 第三個就是 你可以用其他的高攻的怪 來取代混沌士兵 混沌士兵只是晚純哥 單水人想要玩 阿如果你想要用七眼白龍也可以 你想要用其他高攻的怪 有一隻什麼超傳導龍 那個也可以 三千三 但是不是每個人都有啦 對 好 那有興趣玩玩看囉 我是尾熊哥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請幫我訂閱 並且分享啦 那歡迎底下留言囉 那有事情就反應啦 各位再見